当然这个戒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这次静地式 传了一次在家的五界菩萨戒 我发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这次静地式传戒有400个在家记事参加 将近400个 400个当中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100多个是重授的 但是各位不要以为重授 这个人不可思议 好像要求真上戒 不是这个意思 在家记事的重授 如果你去了解 他们叫做补戒 修补的补 就是说他的戒题 累落了 他的戒题甚至受到伤害破坏 那怎么办呢 他也不想忏悔 反正哪里有地方传戒 再去授一次吧 授一次回来又破坏了 再怎么办再授一次 所以 我去做过很多的调查 很多的道场 几乎重授的非常的多 这个地方我们 当然我们 一个是和尚里也是大悲心的 要传授这个戒题 但这个地方我想 我们以后要面对一个问题 受戒意 守戒难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今天 发心 创造一个阴言 当他能够严禁发心 得到一个心中的厌望 他生命当中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我要事断一切恶 事修一切善 事度一切终生 我要自我改造 这是一个很好的借题 一个厌望产生 一个厌望 就是一个 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但是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回去以后 他这个戒题 保存不住 所以 现在我们 身为一个身重 我们的责任 不但是给众生戒题 我们要告诉他 如何保护戒题 这有两个重点 那我自己把这个 因言思维了一下 我觉得 在家机是 乃至于出家中也好 他的戒题会累漏会破坏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 长时间没有听闻佛法 一个人 没有听闻佛法 对佛法的圣生功德 开始 模糊了 淡忘 然后内心当中 就心髓旺转 什么目标 理想完全放弃 他刚初 很认真的 严谨发现得到戒题 这个戒题放在旁边 妄想主导 那当然 一个人目标已经不明确的时候 你怎么抗拒你的欲望呢 所以 长时间没有听闻佛法 这是一个很严重问题 第二个 他虽然听闻佛法 但是没有把佛法的功德 跟戒题做联想 就是这个戒题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的价值 他的重要性 没有被强调 比如说 生命当中的功德 世间的功德 我们后面会讲到 富贵 健康 长寿 庄严 出世间的功德 泄脱涅槃 你应该把这些功德跟戒题 联想在一起 为什么你来生能够得到尊贵神 因为有戒题 为什么你能够远离病痛 因为有戒题 为什么你能够 能够 产生种种的富贵 因为有戒题 你必须要在心中 把戒题在生命当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断地给自己强调出来 这个时候你保护戒题的心很强 就像德平一样 如果你受了戒以后 你只是在严禁花心的时候 花了一个燕 然后回忌以后把戒题丢一边 这个戒题一定是累落 它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产生 能义 能耻 能耗 不可能 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戒题是阿赖也是的一个善种子 诸位研究为师都知道 这个种子是一个生命法 它不是一个涅槃 是不会改变 永远不生不明 它是会改变的 会改变的意思就是说 你去思维它 它就会扩大 你不去意念它 它就消失 这个叫做戒题 你不要以为说你得到戒题 好像一劳永逸 永远就是这么大 不是这个意思了 它是一个种子了 它是一个差弱面的种子 所以佛陀 鼓励我们受戒 但是佛陀警告我们 你得到戒题以后 要常意受体 不断地意念你心中的那个厌望 对你的生命有多大重要 如果你的生命遇到选择的时候 你宁可放弃 暂时的生命 而追求你这个 清净广大的愿望 因为这个功德 会带给你安乐 如果你这样子想 你戒题是永远不会破坏的 这个地方 实戒 跟布施的差别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邀奇事业 它是一个有目标的行为 所以它的力量 它产生面二三三的力量 是超过布施的